特斯拉大裁員上熱搜啊 不過比裁員本身更熱搜的 是馬斯克閃電般的裁員方式 沒什麼轉崗降薪的小把戲 簡單明了迅速解決問題 補償標準還很良心 中國區統一N加3 美國地區N加2 48小時內賠償款到賬 裁員嘛 本應該是個難過的事兒 可大家好像很開心 紛紛在網上曬賠償款 有人工作半年賠了五六萬 有人曬出賠償款高達62萬 這真是好去好算呢 大環境不好 企業開源節流很正常 特斯拉1至3月 特斯拉的新車銷量下滑9% 特別是在歐洲 主要國家德國停止了銷售補貼 導致其出口歐洲市場大幅下滑 銷售目標未能達到預期 再加上激烈的競爭環境 市場對特斯拉電動汽車業務的增長前景感到擔憂 這種情況破什馬斯克在4月15日進行了大規模裁員 與此同時 隨著中國經濟的下滑 德企在中國也陷入困境 並開始進行裁檢員工 4月19日陸媒報導 德國SAP上海公司開始了一輪大裁員 據多位SAP員工透露 已拿到裁員大禮包 賠償是N加4 此外 法定年假10天按雙倍折限 公司價多少天就按多少天折算 同時 有股票的也是全部折限 不管有沒有解凍 社保會給員工交到5月底 德國SAP上海公司成立於1972年 總部位於德國沃爾多夫市 是全球最大的企業管理和協同化商務解決方案供應商 全球第三大獨立軟件供應商 SAP是目前德國股市市值最高的公司 報導稱 在中國外企進行大規模裁員 不止SAP一家 愛立信也證實了中國區要裁員 並且涉及核心網研發部門 德國被視為歐洲的工業強國 也是全球頂尖經濟體之一 幾十年來 德國的先進製造業優勢 使得寶馬 西門子等公司 在中國市場取得了巨大成功 據榮鼎集團 柏林研究公司的數據顯示 從2009年至2021年間 德國對華出口增長了136% 相當於法國 英國和意大利對華出口 總和的兩倍 然而 受到中共日益激進的保護主義 和高壓的產業政策影響 這條道路似乎變得更加艱難 據外媒政客網4月12日分析說 德企的這條路看起來更像是通往地域的高速公路 中國公司正在蚕食德國的核心市場 這些公司曾經從西方企業那裡學習技術 德國經濟研究所在今年1月發出警告稱 到2022年 歐盟有13%的先進製造業產品 包括藥品 機械和汽車進口自中國 而2000年 這一比例僅為2.5% 同時 中國本土公司崛起 也在驅蝕德國公司的利潤和市場份額 一項由中國德國商會進行的調查顯示 僅3分之2的德國公司 在中國市場感受到歧視和不公平競爭 此外 中國為關鍵產業 包括從風力渡輪機製造商 到汽車公司提供的慷慨補貼 也令歐盟越來越感到沮喪 這導致大量中國電動車廉價進口到歐洲 給本地製造商帶來了巨大壓力 另一方面 中共在全球傾銷過剩產能 越發引起各國擔憂 德國總理舒爾茨於4月14日至16日訪華期間 參訪了上海同济大學 據路透社報導 在同济大學 舒爾茨表示 雖然在某個時候 德國和歐洲可能會進口中國汽車 但必須確保公平競爭 也就是不存在傾銷 不生產過剩 不侵權 4月16日 舒爾茨還與中共黨魁習近平舉行了會戶 美國之音報導 舒爾茨4月16日說 他在與習近平的會談中提及德國對中國產能過剩和政府補貼等問題的關切 德企在華經商 美礦玉下 此前 熔領集團報告 德國的一些工業部門 包括建築 水泥 鋼鐵 鐵路和太陽能 10多年前就開始感受到中國競爭和市場准入限制的影響 導致破產和失業 只是被汽車和工具器等 其他行業的積極勢頭所掩蓋 在汽車業方面 儘管德國的汽車巨頭在中國進行了大量投資 以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保持領先地位 但他們已經面臨重重挑戰 巴斯夫和大眾汽車都宣布了在德國規模縮減的計劃 其中 一部分原因是為了適應電動車的轉型 實際上 像美國一樣 德國也認識到中共的威脅 去年7月 德國發布了首都對華戰略 指出 中共對全球構成威脅 旨在減少在關鍵領域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聯邦政府正在積極努力降低與中國經濟關係的風險 這與歐盟提出的對中國去風險化的戰略方向一致 自去年秋季以來 歐盟委員會一直在調查 中國是否對電動車提供了非法補貼 據歐盟數據顯示 來自中國的電動車通常比歐盟製造的電動車便宜約20% 完成了反補貼調查後 歐盟可能會對中國電動車徵收懲罰性關稅 據德國媒體報導 歐盟將於6月5日發布有關此事的初步通告 在舒爾茨出訪之前 德國IFO經濟研究所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 在加劇和汽車製造領域 德國企業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已經取得顯著進展 這兩個行業中依賴於來自中國的重要原材料或中間產品的 企業比例分別降低了29個和17個百分點 在工業和貿易領域 仍然依賴中國原材料和商品的德國企業比例 已經分別降低至不到40% 然而 德國化工產業的情況卻與此相反 他們對中國的依賴度反而增加了 調查顯示 該領域有46%的企業表示依賴中國供貨 比2022年的調查結果提高了5個百分點 最終 報告得出結論 雖然對於很多德國企業來說 多元化供應鏈仍然是重要的戰略目標 但必須注意到 德國工業企業在中國的直接投資 是導致德國進口中國產品的一個重要因素 因此 德國政府若要推動貿易多元化 就必須將對外直接投資納入考慮範圍 在過去的20年裡 德國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從雙贏走向了聯合 據熔頂集團的報告稱 德中經濟原本互補性強實現了雙贏局面 但現在卻逐漸向聯合發展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指出 過去 德中關係之所以密切 是因為德國率先進入中國市場 滿足了中國對技術 訂單 資金和管理模式的需求 尤其是德國的技術和管理模式處於領先地位 然而 經過20年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許多德國企業抱怨中國企業 甚至政府一直在潰探和盜取他們的技術 知識產權甚至搶奪他們的訂單和客戶 這對德國企業造成了巨大損害 德國長期以來在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 是其主要的競爭優勢 但這些技術被盜竊影響了他們的盈利甚至生存 黃大衛表示 未來德國可能會在政界和議會層面 對德中合作表示反對 但在民間和企業層面 他們可能仍然希望維持這種合作關係 儘管德國汽車工業面臨廉價進口產品的挑戰 但像梅塞德斯和寶馬等公司 卻不願支持對北京的懲罰 他們擔心可能會受到中共的報復 損害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 外媒政客表示 德國最大的公司 包括汽車公司和巴斯夫等化學品製造商 對中國的暴險雖然最大 但他們的許多供應商也對中國下了大賭注 2023年 在其他國家紛紛退出中國之際 德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創下歷史新高 德國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 2023年 德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金額增長了4.3% 達到創紀錄的119億歐元 約127億美元 對於像西門茨 大眾等在40年前開始 在中國投資的德國龍頭企業來說 中國已經成為他們全球業務的重要支柱 僅以大眾為例 中國市場就佔據其全球汽車銷量的約50% 法國國立公益美術學院教授塞巴斯蒂安·讓 對法廣表示 這些企業並未支持歐盟提出的去風險主張 他說 好像沒有中國 他們就看不到未來 他們就像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促使他們加倍下注 深信最終會擺脫困境 不過 黃大衛認為 未來中國要是陷入長期衰退跟增長乏力 對於德國企業來說 也會毫不猶豫地減少甚至拋棄中國市場 中國德國商會今年1月的調查顯示 撤離中國市場或考慮放棄中國市場的德國公司的比例 過去4年的翻倍升至9% 該調查顯示 在去年9月5日至10月7日被調查的566家德國企業中 約2%的公司說正在變賣在中國的商業經營 7%說在考慮這樣做 2020年 所做的類似調查顯示 當時只有4%的公司在撤離或考慮撤出中國市場 另外44%的受訪公司表示 正在採取措施解決他們在中國經營的風險 包括強化獨立於中國的供應鏈 該調查還說 86%的德國公司認為 中國經濟在面臨一個下行趨勢 實際上北京需要德國 中國經濟目前陷入困境 而美歐則在嘉慶對其進行圍堵 會議國企信用評級公司於4月10日發布報告 維持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不變 但將評級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 一些德國政界人士認為 德國應該採取行動 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基爾研究所最近的研究顯示 與北京發生重大分裂 將使德國經濟萎縮約5% 相當於2008年金融危機或新冠疫情後 德國經歷的經濟衰退 換句話說 這將是殘酷的 但不至於致命 基爾研究所的舒拉里克表示 我們的國家有足夠的彈性 來應對這種極端情況 熔頂集團的歐中關係專家諾亞巴爾金預計 中德之間的競爭只會加去 這將不可避免地迫使柏林對北京採取強硬立場 事實上不僅是德國 整個西方社會都在與中國拉開距離 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德國和歐盟提出了去風險化的戰略 這在經貿上體現為進出口大幅下降 不僅德中貿易下降 而且中國與整個西方的雙邊貿易也在大幅下降 在2023年中國與美歐 日韓和台灣的進出口都顯著下降 表明西方與中國去風險脫鉤的傾向非常嚴重 王赫解釋稱中共被視為對美國 德國乃至整個西方構成系統性威脅 因此與中共拉開距離是必然的戰略行動 歐美日相互協調 開展自由貿易談判 計劃實行零關稅 意味著歐美日三邊經濟一體化 如果這一計劃得到執行或深入推行 將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重大變化 目前 美日美德之間的貿易關係都在大幅提升 中國已失去了對日本的最大貿易出口國地位 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已超過對中國的出口 而德國對華出口很快將被對美出口所代替 王赫說 隨著中共與西方的日益對抗 這種脫鉤趨勢將變得越來越明顯 導致全球供應鏈的重組 此外 中國產能過剩 並向全球輸出低價產品 已開始在許多國家造成影響 法新社報導 大丁美洲的金屬工人正呼籲提高鋼鐵進口關稅 因為 隨著廉價的中國鋼鐵湧入 與該行業相關的數十萬個就業崗位已受到威脅 大丁美洲鋼鐵協會數據顯示 2023年 該地區從中國進口了創計6的1000萬噸鋼材 同比增長44% 20年前 這個數字僅為8.5萬噸 R-C肉執行官亞里·杭德羅·瓦德納表示 中國在拉丁美洲的影響過於巨大 他還補充說 沒有人反對國家之間的貿易 但必須是公平貿易 美國之音報導 隨著壓力增加 智利和巴西等國家的鋼鐵廠老闆和工人正在向政府施壓 要求提高進口關稅 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鋼鐵生產國 也是世界第九大生產國 為應對因北京當局的補貼和生產過剩而激增的廉價商品出口 墨西哥和美國先前已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 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上週訪中時說 美國不會容忍中國無限制的輸出產能 因為這將影響到世界各國產業的生存 實際上 不僅是美國 歐洲各國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 也對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感到憂慮 耶倫在談話中提到 中國政府的大規模扶持 導致低於成本的中國鋼鐵和鋁充斥全球市場 重創了世界各地和美國的工業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表示 中共的產能擴張有政治含義和戰略上的考量 就是中共要獨把世界 王赫說 中共不停地發展製造業 把它作為一張牌 在產能上對歐美形成壓倒優勢 擴充經濟產能 它肯定要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 中共為什麼要願意付出這麼一個代價 這是它的一個全球演習 它完全知道 它動臺灣 美國肯定要軍事介入的 但考慮到它的巨大產能優勢 它其實對美國並不是特別擔心 所以目前 中國製造業產能問題表面是個經濟問題 背後其實是中共的一個全球野心的問題 所以它是主動性的事 而是非為了解決的 如果您可以看 monkey 這幾天的чif